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剛剛被 剛剛Peggy本來要找的時候 我以為她是要平衡暴走 就是她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發現好像整場下來 好像一直都是沐約說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那我就乾脆就是上來 就是還原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在討論就是 長照法然後這件事情引起我 就是注意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 就是感覺好像就是這個東西好像是從 就是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大家知道譬如說我們的 健康保險 其實我也是剛剛在就是 多理解的時候才發現其實 長照保險跟我們接下來就是我們 原本已經有的這個健康保險 其實非常非常像 就是其中一個部分是她之後 有一部分是長照法 那她這個是從睡來的 可是另外一部分接下來已經通過 然後有另外一部分是長照保險 這是到時候大家都要額外在科的 所以跟健保是很相似的 然後她給付的對象除了老年人以外 其他部分是失能的東西 可是這個我需要問的是說 像是假如我們真的這個 這個健康保險已經有這樣子做了 然後做的效率也不是 超級理想 我們真的假如要再做下一個 跟這個很類似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認真思考 就是什麼東西應該要做 什麼東西不應該做 尤其是健康保險現在主要受益的對象 都已經是老年人 然後她支付的對象 是所有跟醫藥有關的東西 也就是說 長照要做的東西 除了她也同樣看不在老年人之外 她其實要做的 就是有部分是現在健保 都覺得沒有 就是在醫藥上沒有在支付的東西 可是長照會要支付這些東西 那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是蠻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我會想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就是 跟兩個 就是看起來沒有關於概念 就是自由跟公平 我覺得還沒有關係 自由跟公平的原因是 我每次政府要做 一個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就所有人 沒有選項的 都會需要參加這個東西 就是 這個東西的前提是 我們大家多多少少 對這個東西 都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 就是 這樣子 健保 常識在大家用上 是沒sense的 可是 長照是不是這樣 我不確定 公平跟透明的 跟這個東西 會有關的原因 是因為 當我們在法律上 制定非常非常細的細節 細到說 這個長照保險 接下來五年 要用到120億這樣的細節的時候 然後細到說 我們這個東西 具體要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個會就是 有可能會跟 就是公平 會有問題的地方 是在 就是它 很容易弱得 是人為操控 有意或無意 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的長照險裡面 規定說 這個120億的錢 在五年內 需要籌到 然後到時候 只有 非營利組織 可以拿這個錢 提供長照服務 就是 只有非營利組織 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就是 就我們剛剛討論裡面 其實蠻多人都 舉出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營利組織 沒有辦法 就是提供這樣子的東西 那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 就是從一個很大的機構裡面 他們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會 有些人有意 或是無意 就會冒出來的一些規則 可是這些規則 就會阻礙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讓 有一些單位 或者是另外一些單位 有機會 可以 就是 獲得一些不公平的優勢 就是為什麼 就是當你法律 就是定到非常非常細 然後 然後 細到都是很 就是人為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有可能會有 就是這個公民和民的疑慮 然後 所以 我們剛剛最後一個就是討論 是在說 就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應該要做 是應該要怎麼樣做 就是 因為上次 就是長照法會推出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會說 整個人口的社會 老年 高齡化對不對 你還會這樣 然後 所以高齡化的意思 照理來講 不是應該是說 就是 就是你所有的青壯年人口 或是接下來小朋友 長大的時候 他們的負擔會 越來越重了嗎 那 你仔細想喔 就是在所有人裡面 就是當你小朋友 一生下來的時候 他有 他家裡有皮膚差距 老年人的時候 他當然也有皮膚差距 可是在這兩個人裡面 其實小朋友是 最沒有最沒有 就是能力去解 就是去決定 他是怎麼樣 老年人是 就是在這所有人裡面 相對有時間去改善 跟選擇他的狀況 當然就是 這不是很公平 然後很多人 就是到最後就是 就是 皮膚差距還是會很大 可是相對於 比如說剛出生下來 不同家庭的小朋友 他們的皮膚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會是直接影響到他們 然後今天在我們在推這樣的 就是長照法的時候 就是我們好像是 就是讓客大家的稅收 直接獲利就是 就是 常常會需要照顧兩年人的時候 可是事實上 反而是青壯年 我們最應該要正式的族群 要付這樣的成分 謝謝老師